记者所在的位置是石磊部落的小米园 今天部落族人开心聚集在这里采收小米 不过要注意的是 小米采收中还是有一些它的禁忌 有哪些禁忌 记者带你一同来了解 现在很少人都用最古老的方式 这样采收小米 都是用割的 他们直接这样子用刀子压不剪 正希宝部落族人表示 在泰雅族积宜中 采收小米时不能大声喧哗 收成的工作动线也不能乱掉 否则会触犯经济 使身体长疮 石磊部落协会指出 小米文化将近断了二三十年 今年透过政府的计划将小米富裕 也成功在四号进行收成 并邀请正希把部落齐老前来交流 分享了不同品种小米的用途 包括有着黄色长毛的 鸩鸩鸩 鸩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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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台湾族的米长一点 长一点又粗一点又长一点 这个是做小米粥 然后圆肉的都可以 这个完全是做小米糕跟小米酒 是跟拿易的跟马力逛的老人家 他们在讨论分享的时候 那个回想很大 透过这样子的事情 那个产生出来 发酵的出来的东西是更特别的 透过活动可以在当中 你看他们边采收边讲 边采收就在分享 其实这个就是文化传承的一个方式 石磊部落族人表示 透过小米文化的分享 学习到不同品种的小米 所对应的用途 也从小米栽种到收成的过程中 了解泰雅族人 与环境共处的生活智慧 原始新闻 阿拉斯乌溜 新竹监石采访报导